位於水里鄉的一處產業道路 因該道路沒有施作擋土牆 且野溪也沒有整治 加上先前也有發生崩塌的情形 造成民眾無法將農產品運出 讓當地居民相當的困擾 現在就是要做擋土牆 做擋土牆,還有那個野溪 做整治,做個水溝 就讓那個水不要亂流 我上面就可以種植水果 那個水就會亂流 亂流當然就沒辦法種植 沒辦法種植,當然就影響生氣 就流失以後就沒辦法種植 沒辦法種植,那就荒廢掉 荒廢掉就沒辦法,生氣就有問題 所以才來請求陳議員 新議員陳昭宇接窩陳情後 會同相關單位前往會堪 陳議員指出 目前這條產業道路崩塌非常的嚴重 也影響到當地居民的生計 會要求相關單位盡速改善 我們水里鄉新山三峽道路 人輪道路旁邊 整個崩塌地非常的嚴重 因為以前在投資的時候 就受到所謂的淹塞湖的一個侵襲 明天崩塌之後 經過輸淨的土地 主人的這些都完全漏掉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請我們民進委員 跟我們水保技師特別來現場來會堪 希望能夠急速加以整治 因為這個如果沒有整治的話 整個我們的邊坡的道路 還有整個農田的一個流失 不堪設想 產業大陸若沒有改善 不但會造成交通困擾 也會影響農民的生計 陳議員希望在會堪後 相關單位能夠盡速改善 解決農民交通上的問題 記者邱平易水里採訪報導 也會影響農民交通 感谢观看